苏迪勒颱風過後 原本小孩在玩的沙池不見 只剩下光吐吐的泥巴蒂 公園還有自行車道等設施 在工程單位的搶修下 逐漸恢復樣貌 新北市議員陳鴻元 邀集相關單位及當地里長會堪 除了了解復原狀況外 也希望市府能夠聽到民眾的聲音 增加親子和引法設施 而現在中正橋下的空地 已經增設了孩子和家長 可以玩的設施 預計明年1月就可以對外開放 之前颱風來 把所有這邊核端高能力的設施都弄壞了 所以我們這次有重新在運作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邊已經做好了 那我最近特别附近幾個里長 來這邊看一看 看適不適合讓那些里民 來這邊運動操作 基本上是還不錯 可是覺得還少了一些措施 所以我希望我們市政府 回去之後再規劃幾個東西 可拆卸式的一些運動設施 能讓大多數的民眾來這邊運動活動這樣子 最主要就是我們 我想我們現在都以家庭為主 親子關係非常重要 所以說我認為說 親子的活動要多一點點 不要說一直我們以前 都一起注重老人生活 其實親子關係非常重要 聽見在地的聲音 讓建設能夠更符合地方需求 永和人口多綠地卻很少 能運動的地方更是寥寥無幾 透過會刊的方式 在工程全面完工之前加入民意改進 也讓永和和賓成為民眾的好去處 數位天空新聞永和報導 都算是想要做什麼 字幕提供 美童 電視 我們